觀眾朋友歡迎收看2000整點新聞 我們要帶您關注到的這一節新聞焦點 就是關於颱風假放假的政治學了 這幾天其實大家都說 奇怪杜蘇瑞颱風的風雨 在昨天白天好像不如預期 所以南部地區有部分縣市的觀眾朋友 是不是爽賺一天颱風假的呢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由於杜蘇瑞颱風真正的風雨 在昨天入夜到今天清晨 才顯現真正的威力 所以嘉義縣市28號一早 颱風的風雨變強了 所以七點鐘縣市政府 才根據這樣達標的標準 才宣布停班停課 但是很多的上班族 早就已經把小朋友送到校園裡頭了 這下子又得要從公司趕到學校 來接送小孩 所以導致非常多的家長 叫苦連天 而另外一方面 在嘉義的高跟協教堂 也因為風強宇宙 導致有玻璃的裝置藝術品被吹倒了 還有小火車也被吹到逗退嚕 布袋的魚市場也有攤傷被風吹一番了 嘉義市民生國中七點多上課時間 學生們沒有在教室背好書包撐著傘 擠在校門口才剛來上學就要放學了 全都因為太晚宣布停班停課 原本嘉義縣市都沒有宣布要停班停課 28號風雨大 家長送小孩上學才經歷過一陣混亂 結果嘉義市政府七點零八分 突然宣布不用上班上課 家長又要來學校接小孩 再經歷一次混亂 學生們到了教室椅子都還沒坐著 就又要下課了 不過也有同學遲到還沒踏進校園 疑惑怎麼大家逃命似的離開學校 學長也趕緊說不用進校園了 趕快回家 但嘉義縣早上六點五十二分宣布 嘉義市則是七點零八分 都讓民眾抱怨來得太晚 昨晚的預報是未達停班停課的標準 風雨變化太突然 嘉義高跟鞋教堂園區內的裝置藝術被吹倒 小火車也被吹到德鐵路 另外布袋鎮27號還無風無雨 28號早上風雨也開始變強 有電線掉落路面 還有布袋魚市場的攤商也被吹到 TB 新聞紀監坑 許麗凡 嘉義報導 觀眾朋友為您更正訊息 卡怒颱風是在今天的清晨 已經確定深沉了 而根據氣象局的觀測資料 卡怒颱風確切的入境 可能要等到31號才會大致底定 未來如果偏北的話 有機會就是朝日本沖繩的方向前進 但是如果他的路徑偏南的話 會很有機會會略過北台灣的上空 所以接下來做好防台的心理準備 還是非常必要的 在這為您更正 卡怒颱風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已經確定深沉了 而繼續帶觀眾朋友關注到 剛看到的是嘉義很多家長措手不及 去上班還要折返去學校接小孩 但另外一方面 高雄也是一樣的情況 昨天高雄市長陳其邁拖到晚間8點多之後 才宣布是上班上課的 可是高雄跟屏東還有台南今天清晨 看到風牆宇宙才決定要停班停課 但是有部分的民眾通勤時間是清晨比較早的 所以頂著風牆宇宙出門 怒轟是否早說呢 怎麼不早說 所以高雄市府也喊冤了 因為他們的決策是根據氣象局的資料 才做出決定的 今天早上南部地區風勢跟雨勢 還是一樣的明顯 雖然嘉義南的地區都已經宣布停班停課 但仍然有許多民眾是冒雨上班 杜蘇類颱風28號清晨往西北方前進 但南部地區風雨仍然很明顯 部分地區的風雨達7級 震風10級 嘉南高屏28號緊急宣布停班停課 好像是今天早上才宣布的 你覺得宣布的時間會不會太晚 其實不會 因為昨天晚上剛剛好 那你知道今天停班停課了嗎 今天嗎 對 好 但沒關係 我在路上 所以公司沒有任何去 我知道你現在跟我講 我才知道現在停班停課 這位台南的女士 清晨就出門上班 還因為風雨交加 她花錢搭計程車上班 抵達才知道 停班停課 現在她正在等公車回家 一整個很無語 她把她罰稅 所以還是希望說市政府人早點公布 早點公布 謝謝你 謝謝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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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已經停班停課了嗎 今天早上嗎 對 剛剛才... 剛剛宣布的 剛剛看到已經沒有看到 不少高雄男子的民眾 一大早就冒雨上班 沿途很多路樹倒塌 還得提心吊膽 小心通行 結果今天放颱風假 高雄台南兩市 28號清晨5點50分 才臨時宣布停班停課 部分已經上班的民眾 根本措手不及 紛紛湧入了陳其邁的臉書 怒轟下次可以提早一點宣布嗎 高雄市府喊怨 根據27號晚上氣象局的資料 風力逐漸減弱 沒想到午夜過後 強風開始 因此清晨才決定停班停課 TVB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不過確實 高雄跟台南的首長也是難為 杜蘇瑞颱風昨天路徑走得比預期慢 所以風雨也遞延到了今天清晨的時間了 所以放假還是不放假 對於首長這颱風假的政治學來說 學分真難休啊 而營養燒腦筋的還有台南市長黃偉哲 其實呢 昨天一天呢 台南的情況風雨沒那麼大 很多台南的朋友都說 哇 撞到了一天颱風假 那麼記者也去問黃偉哲 黃偉哲就說 民眾的生命安全 他們承擔不起 所以決定放假 但是沒想到呢 其實高雄在5點53分 宣布今天停班停課 而晚一分鐘之後 台南也跟著宣布了 所以也引爆了一樣的民怨 台南的朋友也說 市長啊 你怎麼不早說呢 而對此黃偉哲就表示 其實變與不變都會被罵 他們主要的考量 還是依照風雨的情況 以民眾的安慰為主 雨室還沒停 台南市長黃偉哲一早就到球場 即將開打的U12世界杯棒球賽的場地 視察排水系統 他彎腰幫忙把被風吹斷的帆布拉好 台風假清晨5點多才宣布 黃偉哲哄決策太慢 你不變也會被罵 那事實上你如果不變的話 人家會說已經有這麼多路數倒塌 這麼多人受傷了 你還要要求我們去上班上課 變與不變 黃偉哲說都會被罵 27號晚間原本宣布照常上班課 但這整晚風搶雨揍 有人5點觀望到底要不要出門工作 台南市府在5點54分宣布為了安全考量 28日停班課 政策法夾灣的還有高雄市 陳情邁深夜就坐鎮應變中心到凌晨 熬夜雙眼浮腫 高雄提早台南1分鐘 在早上5點53分宣布依照天然災害辦法 部分區域正風達10級 28號停止上班上課一天 有些民眾出門才得知 是可以改進一點 如果他早點宣布 他會讓人家覺得有準備的時間 也沒辦法 畢竟昨天宣布的時候 預計就是昨天影響會比較大 沒有想到颱風走那麼慢 高雄受到影響也跟著拉長 顧慮到我們通勤族朋友的安全 還要考量是女朋友們安全第一 相較於27號白天 風雨比較小 26號晚間就宣布停班 28號卻因為強風 清晨才緊急宣布 停班停課的決策 宣布時間點 成了所長要修的颱風政治學 TVBS新聞 方志成顧守昌 台南高雄最後報導 這時候颱風政治學的學分不好修 那我們的這個男爵Ellen就說 南部白天還有人說 沒風沒雨 結果現在呢其實民意又出現了轉變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老劉認為氣象局決定就可以 但是這個放假屬於地方自治的範疇啦 還是要由首長根據氣象局的預報 一同來決策的 好我回過頭來要帶您關注到的是 政治話題了 除了這颱風政治學之外 還有呢這政治版圖究竟能不能跨越浊水溪呢 我們帶您看到的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柯文哲最近呢 頻頻在南部進行動員喔 前進高屏為台灣的選擇之友會來授齊喔 而柯文哲呢 他說他的執行力如果未來可以當選的話 其實也可以兼顧南北平衡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柯文哲還是會加強南部的經營 要跨過浊水溪 甚至還發向豪宇說要跨過高屏溪 所以屏東有選擇之友會從南端出發 並且高喊呢他們不分眼色用人為才 似乎訴諸了這個告別政黨惡鬥 白色力量的理想性 但是呢我們知道高屏台南地區呢 可是民進黨長年生根的缺越 要撼動不是這麼簡單的 而且現在傳出賴清的陣營呢 早就有想出其他因應的手法 頻頻回南部來動員故莊 7月23號的時候就有授齊 全國的青商人信賴之友的台灣後援會 所以呢可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呢面對柯文哲都是高度戒備的 而且看看過去賴清德是在台南執政 新潮流這個派系在台南高雄屏東持續生根 而今年的選舉呢就是希望可以南票北捕 來補足賴清德目前相對來說 比較欠缺的青年選票了 而南部選民的特性還是看黨 也看人嗎 雖然賴清德在南部有高支持度 但是呢有多份民調顯示 柯文哲現在的支持度穩居第二 很有可能柯文哲的效應 不只局限於北部的選民 南部的票倉呢勢必得拉開差距 才有辦法讓賴清德在今年的 2024的選舉呢能夠繼續勝選在握 但是呢現在呢柯文哲也保送民進黨的空戰 以及政策的攻擊 特別是這北流北義的爭議 就連監察院都說要查這1.9億元的爛帳 但是柯文哲呢也有自己的一套論述 認為這些都是選戰的攻防 而且還特別點名就是陳菊的人馬 因為現在監察院長就是陳菊 而跟他吵來吵去為了這1.9億爛帳 吵不停的就是文化部 而文化部執掌的文化部長史澤 也是陳菊的子弟兵 因此柯文哲呢再度冒出他多年以前講過的金句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這句經典名言再出現 就知道柯文哲快要發脾氣 因為最近不只被報北流流灑1.9億爛帳爭議 北義又被台北市議員爆料欠2.3億 還要面對這個問題 監察院查到最後我們也不會有事 他就是在選舉過程當中 一種政治攻擊 認為監院調查背後有貓膩 因為講到監察院 掌管的院長是陳菊 隸屬民進黨新潮流派系 就連槓上的文化部部長也是前局的子弟兵 加上最近主攻北流北義的民進黨議員都是新系 要選總統的賴清德也是新系 讓柯文哲聯想是一連串的政治攻擊 現在哪有民進黨 現在只剩下新潮流啊 民進黨還是三十年前的民進黨嘛 根本不是啊 要歸民進黨也給我新潮流綁架 不是這樣嗎 單純只是一個財政拘役的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扯上政治 扯上派系 要柯文哲不要扯派系 柯文哲就再供新系大哥賺文燦 但願桃園序長任內財政負擔大 台積電都已經在搶工人了 你政府又丟一大筆預算進去 你現在再增加 結果發生什麼事 全部流標 我現在不只是台北市的捐集流標 你去看桃園也是流標啊 柯文哲對於這個台北市以外的其他縣市 非常的陌生 那也沒有同理心 那更不曉得別人的努力 那只想貶利其他縣市 扯柯文哲沒有同理心 但柯文哲心裡大概只有這一句 什麼 心潮流不到 台灣不好啊 TVB新聞 廖宗俊 劉立雄 韋佳琪 台北采訪報導 不過另外一方面呢 民眾黨呢 積極要來籌備他們的黨慶 傳出呢 柯文哲要拍賣 他在台北市政府任內得到的一些禮物 其中有一項呢 就是這個王世堅過去也是著名的 柯黑市議員送給他的小折了 但是當時新聞一傳出的時候 這個王世堅其實有點不適滋味 非常的反彈 而現在柯文哲已經拍板定案了 這一輛呢 這個王世堅送給他的小折 決定不賣了 而且王世堅也回應很開心 看到柯文哲踩煞車 也提醒他彼此之間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期盼柯文哲可以賭物思人 自己挑的禮物哪有差的道理 從香爐 書籍到行李箱等 每一件都有其意義 這些其實都不是值錢的東西 但是這個意境 意境是很好的意境 我送柯文哲禮物 很清楚的我希望柯文哲 賭物思言 只是這願望險些達不到 因為除了眼前被退回的這些 只有連被柯文哲稱讚 唯一沒被退回的腳踏車 差點就要拿到民眾黨的黨慶變賣 換現金 突然間說不拍賣 嘎然而止 我覺得我有點嚇一跳 很高興看到說柯市長 總算踩了煞車 講得都不好意思賣 只要再收起來 對對 會都在說 基於人情毅禮 腳踏車 柯文哲不賣了 當今那天改賣一日北高 兩頂安全帽 招牌高腰褲上 細了兩年的皮帶 還有參選總統後 同款柯文哲穿過的KP工作背心 四件原味商品出售 畢竟選舉很燒錢 要籌錢 還有29號 將登場的個人演唱會 找來五月天的伴奏 老師交唱柯文哲的球鳥 唱得有模有樣 館長更透露要來當嘉賓 只不過一張票要假八千八 現在也被綠營議員質疑 是否用演唱會規避申報 證據獻金 民進黨說他們很清廉 那你認為 柯文哲對民進黨的恨與怨 不想再多說 TVB的新聞 李國正記煥柔 劉立成台北報導 而我們可以看到 民眾黨跟民進黨 目前選舉空戰 炮火交織 而國民黨方面 還在做的就是積極整合了 而颱風剛過境 目前黨內 也刮起了郭台銘的旋風了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郭台銘近期 頻頻到地方走動 似乎也會動搖 這個國民黨 在組織方面的動員了 首先我們要帶觀眾朋友 來看到的就是這一塊了 其實我們知道上個禮拜 我們請民歌 有幫大家點點名 郭台銘是頻頻下鄉 來拜會藍營的地方派系 像是雲林張家張榮衛 以及花蓮的傅崑奇 嘉義的蕭登詩 屏東縣長周典論 這也是一直在郭董身邊 非常積極運作的地方派系的代表之一 所以請走基層呢 會不會再裂解藍營 也就是侯友宜的基本盤呢 而7月24號晚間郭台銘呢 也夜訪了張榮衛 似乎也感受到了金浦聰呢 其實近期在拔樁的壓力 他要回防固裝呢 而各地方派系呢 是不是都在進行 侯郭割喉戰 派系選邊戰了呢 其實呢 侯友宜方面呢 也有頻頻動作 小刀出鞘 不僅這刀砍向黨內 要求團結之外 其實對於派系整合方面 其實金浦聰也在頻頻的運作 我們帶您看到 其實呢 侯陣營其實也是積極的 打給這些地方的派系喔 像是花蓮 屏東 台東 台南 雲林 台中 都有透過其他的管道 展開溝通 希望大家還可以 團結一致對外 而金浦聰拜會了 張榮衛還有全國農會 之後呢 傳出了這總幹事 挺猴的態度 現在似乎浮上檯面 變得明確了 而金浦聰呢 也致電了 紅派的精神領袖 料料以來爭取支持 但是呢 不只金小刀 在頻頻的運作 我們可以看到 新北市長侯友宜呢 他也親自向本土派的精神領袖 王金平來拜會 並且請託了 而王金平呢 也指點他選戰 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還有他們立院的總召 曾明宗也 還有不分區的立委 李德維也兩度 拜會了王金平 請教接下來呢 這些組織戰 究竟要如何整合 所以看得出來呢 其實積極整合的力道 在持續加大當中 但是郭台銘方面呢 似乎也沒有要放鬆 對於替方派系的拉攏 這個郭侯歌喉戰 勢必會持續下去 而派系究竟會如何選邊呢 而另外一方面呢 侯友宜 他過去新北市的大本營 現在呢 地方當中立委的候選人 這些小雞也出現了雜音 我們帶你看到呢 在昨天土城的拜廟行程當中 跟在郭台銘身邊的是要參選立委的林金傑 同時呢 還有葉元芝也是要選立委的 他們就出現在了這樣的場合 而同時呢 現場還出現了林金傑跟郭台銘 總統力挺郭台銘這樣的扇子 而且傳出黨內對於這樣的作為呢 其實是頗有為詞 甚至國民黨今天就搬出了黨籍 要求林金傑到市黨部說清楚講明白 而且傳出呢 侯市長對於這個 原本是新北市議員的葉元芝 也頗有為詞 也頗為心寒 因為最近認為他頻頻出現在 郭台銘的董事長開獎等等的場合 覺得他怎麼頻頻去蹭郭呢 而對於國民黨的動作 郭台銘倒是以一句話來回應 要國民黨好好珍惜身邊的夥伴 國際弟兄就地扎贏 郭台銘一起數位迷彩上前置議 只是郭董的三度敬禮 國際弟兄幾乎沒有反應 備戰 絕不聚戰 向漢官演習的國軍弟兄們 表達我的敬意 不便理我沒關係 聊表新意 郭台銘在藉機重申 互和平 但2024總統選舉 要不然Kingmaker還是King 有平面媒體說 郭台銘曾憤恨不平 被國民黨看不起 我從來也沒有說過 國民黨 看我沒有 已經委託 為請律師 去函 要求 立即更正澄清 沒說過 被國民黨看不起 這些都是假訊息 但前一天 陪同他出席參拜的國民黨 立委參選人林清潔 與他同台後 可能被處以黨紀 更被市黨部要求 親自說明 黨是一個理念的結合 也是一個大家情感的結合 我們會加以勸告 如果勸告不聽 我們就會祭出黨紀 名譽大於黨義 國民黨必須好好珍惜 身邊的夥伴 只是這句 請國民黨好好珍惜 是不是也在說自己 TVB安全大使李明輝 鳳凰偉桃園 桃園宇蘭報導 而再來關注到日前 基隆的彈藥庫爆炸事件 這地方的明代 國民黨的議員呂美玲 就說應該把彈藥庫立刻牽走 可是實際走訪基層 有民眾跟他對話說 這是要守衛台灣的 不用牽走 而且牽走地空出來了 只會給建商蓋房子發大財 所以有一些在地聲音 其實是反對的 不過也有民眾就說 其實如果共軍打來 他願意上去打 結果這議員就直接罵民眾說 那是你逃打 不是中共想要打你 另外一方面 他也有提到 他說如果中華民國 不好好照顧市民 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照顧 這樣離譜的言論 其實引發了眾怒 今天國民黨也祭出了黨紀 說他的言論是嚴重違紀 貴賓 林菁姐同志 貴賓 林菁姐同志 這稱為是否有些諷刺 畢竟出行 考忌會應該不是什麼好事 各位我們朋友大家一架一架 直接關起門來要他講個明白 權益前一天林菁姐與郭同台 甚至聯名款的挺郭扇 也在場邊發起來 其實24小時內 藍營整肅大動作 作為最早挺郭的老朋友 有沒有委屈不多說 事後新北黨部也認定 林菁姐卻有違反黨內規範疑 遭嚴正口頭警告一次 至於另一位同在新北的立委參選人 也被推測可能是下一個 我上禮拜五只是去聽演講 對 那這個不是跳船 我們還是支持侯友誼的 沒有做任何違反黨紀的事 本市新北鐵桿侯家軍 如今一同聲線 跳船一律 但黨內爭議卻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基隆人就是要獨立啊 對不對 我們獨立 你中華民國不照顧基隆人 的話我們就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照顧基隆人 不排斥讓中共接收 藍議員呂美玲 甚至怒嗆民眾 如果中共要打 那是因為你逃打 說中華不跟我們打是你說的 你要我的土地 你說中華不跟我們打 我們有文化 我們不是說沒有文化的人 我們不去跟他的結構 他代表自己的理由要做 黨籍名帶言行惹議 28號國民黨聲明澄清 呂美玲發言嚴重違紀 將請基隆黨部了解處理 縱觀這一系列爭議 藍營真的水膩 而近期呢 民進黨的立委郭國文到日本訪問 他把台日關係還有台日中關係做了一個比喻 他說台灣呢就像卡通裡面 Dola Emo裡面的大雄 而日本就是Dola Emo 那麼中國大陸就是欺負主角的濟安了 不過此話一出中國大陸還沒抗議 在日本的推特上去有一些網友就說 難道台灣是貪得無厭這樣的對象嗎 難道沒有更好的比喻嗎 而對此郭國文呢也提出澄清 他說呢用這樣的比喻是說 台日之間是互助的關係 而當下呢日本議員聽到了這樣的比喻 其實有部分的議員是表達贊同的 超萌卡通人物 但Dola Emo現在卻被比作是日本 台灣最近的情勢比較像大雄 他比較需要Dola Emo 然後呢日本現在好像是台灣的Dola Emo 我們期待我們自己成為日本的Dola Emo 把台灣比喻成大雄 中國大陸是濟安 而日本就是我們的Dola Emo 此話一出引起不少日本網友炸鍋 日本民眾推特上直言 對台灣來說日本是Dola Emo 問號問號問號 台灣也變得跟中國大陸一樣貪得無厭嗎 也有人問有沒有更對等角色能說 還有人雖然小叮噹在關鍵時刻靠不住 或是說日本只會用溫暖眼光守候大家 其實昨天我有特別強調 擔任Dola Emo的角色不是單方面的 而是雙方面的 當我提到Dola Emo角色的時候 來比喻的時候 不論是庫警議員也好 國廠議員也好都笑得表示認同 彼此是Dola Emo的角色的關係 只是這場拜會備受矚目 還有因為其中有日本參議院幹事長 世根洪全 柯文哲日前爆料說他曾當面向他問了 台灣不可能加入CPTPP 也希望日本協助台灣加入CPTPP 當時柯文哲訪日確實有會面也談及此議題 不過郭國文稱他當面求證事跟洪全 說絕對沒這件事對方打臉 柯文哲民眾黨則回應台灣要加入CPTPP 確實存在政治障礙 要執政黨別漠視 台日交流演變成綠白 政治攻防 TVB秀無愧的存在報導 好 立委郭國文的比喻 讓大家問說那靖香是哪一國呢 容嘉靖說那小夫呢 那冠佑說日本是不是也是很現實呢 所以靖香跟小夫是哪一國 有機會的話我們再請坐橫去問一下 立委郭國文請他發揮創意好了 好 觀眾朋友帶給您最新消息 明天就是週末假日了 可是高雄觀光局考量到安全還有園區的服務品質 以下幾個景點呢 明天是進行修園的獸山動物園 鋼山之眼還有奇金貝殼館跟金獅蝴蝶園 四個園區呢是進行修館一天 會進行災後的盤點跟清理 確保要提供給遊客朋友一個安全無餘的環境 還有繼續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的是 今天高雄很多百貨公司延後到2點鐘才恢復營業 但是民眾呢到了下午似乎呢 也比較放心一點了 也跑到百貨公司去逛街消費 而貴姐們就辛苦囉 因為中午天色忽然變暗 所以他們要趕在2點前就到班嘛 甚至還有一波牆降雨 導致這些百貨員工呢 為了好好開門服務這些消費者 凌晨了落堂級 才剛下車即使有撐傘也被強風吹到變形 全身濕搭搭 不顧淋雨了趕快跑 在百貨公司上班的服務業貴姐們冒著風雨來上班 因為 我們就是要來上班啊 家人放假趕快帶過來 因為怕公車也沒開 已經有提早公布了 可是我們還是得要過來啊 早上還在放颱風假 臨時通知校午要復業 好巧不巧高雄中午突然天色變暗 一大波風雨來襲 貴姐們全凌晨落湯機 這裡是高雄暮時代購物中心 要上班的員工和逛街民眾兩樣型 顧客根本沒在怕 停車場出入口出現超長車震 第一房所以就來這邊吃飯 因為外面大家都在排隊進場 所以我們才停在外面比較快 因為外面吃東西的話 比較容易淋到雨啊 然後室內開車比較方便啊 高雄市28號凌晨緊急宣布停班課 其實杜蘇瑞颱風已經逐漸遠離 除了孟時代 汗神巨蛋大元百 異響星光三月也陸續宣布 下午兩點恢復營業 果然打拼民眾湧入美食街 電影院購票 不過也有員工放假去了 人手不足慢慢消化排隊隊伍 因為沒有地方去 剛好小孩放假 就想說帶他們來看 下雨天 然後放假 昨天也放假 不過看看都在捷運 三多商圈站的幾間百貨 高雄SOGO從27號放颱風假第一天 就宣布整天停業 28號依舊配合市府 讓員工們好好放假 再加防胎 隔壁棟的高雄星光三月 以及對面大圓柏 人潮就滿滿滿 你們算是是什麼時候 要進行 大概中午12點 貴姐們正好掃到颱風尾 下午上班 依舊風搶雨走 倒是高雄市民 從週四開始放颱風假 等於賺到連休四天的假期 TV編輯新聞 趙麗森阿娟高雄報導 有人迎接颱風假 那麼百貨業是迎接颱風的消費財 但另外一方面呢 在台南的民眾安南區 就要叫苦連天了 原因就是因為呢 這邊的晨溪街出現了淹水的災情 甚至呢在中西區呢 有自來水管不明原因 在颱風天的時候 忽然暴管暴裂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畫面當中 這大馬路宛如成了池塘 或者是河流 而且自來水就像湧泉一樣 不斷冒出來 導致這市區的道路 嚴重的積水 杜蘇瑞颱風在台南刮起 強風降下好雨 市區還出現路邊小瀑布 民眾靠近查看 疑似自來水管破裂 趕緊打電話通報 你剛才是家裡說話 地點在河尾路五段及中華北路口 外側車道擺上了三角錐 提醒往來車輛 減速小心通過 中午這邊爆水管 你幾點開來發現 兩點 上午在台南市安南區 承溪街一帶 整條馬路變小溪 從半夜開始 積水淹進了民宅 居民趕緊找來塑膠椅子跟桶子 墊高加劇 屋裡已經掃了一整個上午 但這水怎麼像是掃不完 屋外有人涉水而來 儘管天亮後水稍微退去 但積水還是有20公分左右 騎士冒險騎車而過 南部地區風強雨大 唯獨台南似乎怎麼雨一大就積水 幸好這雨來得快去得也快 接下來的重點得擺在好好清理家園 避免登革日疫情在淹水過後 急速擴大 TVBS新聞顧首長台南採訪報導 好南部有零星的災情 那麼根據中央氣象局的全台災情累積呢 觀眾朋友看到最有顯著的就是風大 路數倒塌就有2419件 民生設施受損也有將近700件 另外一方面全部的回損案件 累計超過了3936件 全台停電也有30萬戶 那麼停水也有7445戶 而同時大家都期待 這一次杜蘇瑞颱風從南部 沿著北北溪方向進入台灣海峽 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可以讓南部乾旱的水庫有所進障呢 我們目前掌握到的資訊是 其實南部水庫是兩樣型的 因為南化水庫快滿一增文水庫 卻只有進障18% 其實這進水量真的是不如預期 與沒有下對地方 同時在東台灣的部分 元凶海洋公園 今天有遊客去遊覽的時候 發現奇怪怎麼有攬車掛在半空當中 18分鐘都動彈不得 是不是有什麼樣強風吹拂導致故障嗎 現在呢圓方表示 可能因為瞬間風速超過了安全值 啟動了安全閥的裝置來斷電 所以才有遊客 受困在攬車上面18分鐘的情況 好不容易等到颱風走了 家長帶小朋友來到花蓮海洋公園 抬頭一看 卻發現這些攬車怎麼沒在動 也不是沒有營運 因為拉近一看 裡面還有乘客在車廂內 熱到拿紙張扇風 攬車卻不往前卡在半空中 事發在下午2點左右 疑似電力系統故障 進入到攬車站的時候 就有其他的遊客走出來 跟我們說他們說那個攬車故障 我們現在不能往 工作人員也走過來了 就跟我們說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攬車因為電力的問題故障 所以無法運作 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民眾 持續入園 心情似乎不受影響 因為杜蘇日颱風 正逐漸遠離台灣前往大陸 但在過去兩天也為台灣 帶來不少零星災情 統計最多的是陸數倒塌 共有2419件 民生基礎設施有699件 建物毀損有190件 廣購招牌有161件 加上其他災情總計有3936件 另外全台停電戶數累計超過30萬戶 自來水則是有7445戶停水 目前已經全面恢復 這次的災情有168傷 農損目前是有2660多萬 而這次颱風也讓缺水的南部水庫 出現兩樣情 南華和仁一談 蓄水率都突破95%喝到飽 但增穩水庫由於上游 一直都是毛毛細雨 即便颱風過境依然只有18% 抖制南部水庫整體蓄水量還是偏低 水晶燈號持續亮黃燈不如預期 TV的新聞最好報導 而這幾天颱風過境 所有的軌道交通都不敢輕忽 有民眾在搭乘新北環狀線的時候發現 很多駕駛員在行駛的過程當中 都會打開控制面板 似乎也在戒備 歐盟詢問了這個新北捷運局 他還表示只要有路景 而且瞬間陣風來到8級 通通都會打開控制面板 會經由這駕駛員隨時戒備 如果任何的情況 也會隨時做立即的反應跟因應的 而同樣呢 其實在北捷的文湖縣 也有一樣的機制 要確保乘客的安全 隨車員走進車廂 俐落打開控制面板 專注看著行進方向 這樣的景象也被網友拍下 不過我說看到的時候也愣了一下 但隨即想到應該是因為颱風天 為了避免異物入侵重演終結慘案 在自動駕駛的新北環狀線 車頭上看到隨車員打開控制面板 來控制其實並不常見 原來這個是颱風天才會有的因應措施 原來新北環狀線在颱風本島 有任何一地發布路景 可行進路線瞬間正風達到8級 就會隨車開面板確保安全 但最大上限是瞬間正風有10級 平均風速7級就會停市 雖然環狀線大多路段 有隔音牆能稍稍幫助擋風 但就怕捷運因為風勢太劇烈 有物品掉落或是行進間發生危險 才有這樣的應變措施 我們看的狀況就是說 有一些我們認為說有需要隨車的 我們就會帶隨車 那不是全線全市段隨車不是 整個公司大概有40幾位的隨車員 同樣是無人駕駛的北捷文福縣 若遇到颱風陸井 並且陣風來到8級以上的話 一樣有隨車員打開面板來選檢 雙北派原隨車和行駛條件相同 像這次杜蘇瑞來襲 在木柵站側的瞬間風速達到8級 文福縣全線降速50% 也派原隨車開面板 最近也在部分院台裝設停止鈕 來預防意外事故發生 也能進一步確保旅客安全 題目新聞 好 杜蘇瑞颱風現在已經確定 從大陸的福建登陸了 在福建的沿岸地區掀起了巨浪 還有狂風 非常的驚人 當地民眾就直獲 這輩子沒見過這麼大的浪 而且連泉州一處大型的 體育場屋頂都被掀翻了 這是颱風杜蘇瑞 28號上午9點55分 登陸福建近江市狂風巨浪的瞬間 杜蘇瑞以每秒50公尺 也就是牆台等級的風速橫掃近江 大陸記者連線時 街道不僅陸數被風吹倒 電線桿也被風吹得不停晃動 登陸時中心最大的風力達到了15級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福建省近江市沿海 我們可以看到路邊的樹已經被風吹得 東倒西彎 甚至有一些小樹已經被風吹得 倒不磨倒在了路邊 至於福建泉州的海峽體育館屋頂 以及外牆的隔熱層 都被風吹得破破爛爛 而這也是五月天 原定8月份在此場館開演唱會的地方 壞成這樣 五月天演唱會還開得成嗎 這時候他們那邊主辦方會 這邊會去維修處理 然後休的時間 這個層的具體看 這邊參加冰露 不是冰露裡 不值得這一個老大 同樣是泉州13級的陣風 把屋頂的棚子都刮走了 這屋外的一切 簡直如同群魔亂舞一樣恐怖 近江市區一個巨型廣告刊板 被風刮外搖搖欲墜相當危險 福建氣象局稱 這是近年來強度最強 影響範圍最大的颱風 從49年到22年 登陸這個福建的颱風 有70%是先登陸台灣再登陸福建 那麼這個登陸的強度 就不會太強 那麼現在看杜蘇瑞 它是比較少見的一個 繞過了台灣島 直撲福建的一個颱風 受杜蘇瑞颱風的影響 全州部分區域停水停電 福建漳州的火車停駛 近江市則發布了暴雨紅色預警 TVB的新聞 朱光宏 陳向如綜合報導 好 杜蘇瑞在福建掀起了狂風巨浪 也把體育館的屋頂給掀翻 那威廉就說 看完大陸的畫面 真的是好險 颱風沒有登陸到台灣 確實它的路徑就是這麼這麼的剛好 那麼拉拉碰哥說 祈禱西台灣平安無事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人說雨下成這樣 乾脆不要穿雨衣 要不要改穿泳衣 真的雨很大 那我們氣象時間 邀請到我們的氣象主播佑璇 嗨大家好 今天又來跟大家來聊一下颱風了 因為沒想到杜蘇瑞好不容易走了 又有一個卡努颱颱風接力了 確實喔 所以這個目前杜蘇瑞 我們剛剛看到的畫面 在福建狂風暴雨耶 但是其實呢杜蘇瑞在台灣呢 也有降下一些很豐沛很驚人的雨量 是嗎 是我們先來看一下杜蘇瑞 他的這個最新的動向喔 其實他在今天上午10點鐘的時候 就已經先登陸到了大陸的福建了 那麼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已經在今天下午4點鐘的統計 光是他影響25號開始呢 整個縣市的排行榜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屏東的大漢山 1080毫米 再來台東金針山1078毫米 花蓮富里也有986毫米 這樣子的雨量其實是非常驚人的 而且其實也對南部的水情 是有帶來一些幫助的 但是呢其實我們雖然說 整個杜蘇瑞颱風已經是在今天 已經登陸到福建上 我們剛剛也有看到新聞 福建當地也受到了一些的影響 但是呢我們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因為杜蘇瑞他整個颱風的外圍環流 在明天還是會帶來南方的水氣 所以說今天的這個降雨 其實在晚上的時候 雖然說有變得比較小一點 但是呢明天的白天我們可以看到 各地還是會有在南方的水氣帶上來 包含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還有呢花蓮台東以及恆春半島 甚至呢是在這個台中還有高雄 都要特別留意明天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短暫的間歇雨出現 所以氣象局在明天的時候 還是有針對了10個縣市 是有發布了大雨以及好雨 只是說這個雨下的時間 並不會像現在今天就是今天下了這麼久 像是今天中南部相信有很多朋友感受到了 這個整個雨勢 所以包含在高雄還有台南 今天不是是早上才突然說要停班停課 那麼其實明天如果說週末假期要外出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剛剛我們提到幾個縣市 那另外呢在明天的整個北部地區來說呢 雖然說其他的時間大部分呢都是勤時多雲 但是我們還是要特別留意在午後山區的熱力作用影響之下呢 午後的熱對流還是會帶來一些雨勢的 所以明天的天氣一整天來說還是有一些不穩定的 一直到明天晚上一直到禮拜天的清晨的時候呢 整個水氣我們才可以看到是明顯的減少 所以說明天特別要留意的呢就是在白天的時候 剛剛我們提到的幾個縣市 包含氣象局針對十個縣市主要是在南部還有東部地區呢 要特別留意還是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降雨 好 那我們剛剛佑軒有提醒喔 山區的部分東部還有南部地區要留意間歇性的降雨 而同時我們線上很多朋友都在跟佑軒打招呼耶 我們請佑軒幫我們回一下留言吧 哈囉 大家晚上好 相信大家都很關心這個颱風的狀況啦 所以我們也可以多多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上面發問這樣子 對的 那剛剛請說氣象主播很少女的 但其實我們台有很多女性的氣象主播啊 像宜倫 佑軒 還有這個蘇瑞 我們的吳蘇瑞不是杜蘇瑞喔 好不好 好好好 對 那這個龍家俊說明天是颱風過後的大掃除沒得完啊 但是佑軒是不是要提醒家俊一下 不要先急著掃喔 因為又有颱風在今天清晨生成了 對 可是這個颱風目前其實他距離台灣還是有一大段的距離的 我們先來看到這一張好了 這張是各國的路徑分析圖 其實呢 位置上面相較於先前的杜蘇瑞 他比較有人認為他比較偏南 有些認為他是往北走 那這一次大家路徑都還蠻一致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嘛 就是他主要呢就是在這個 認為說他會先往北北溪的方向來走 接著呢他會轉向 然後轉到了靠近琉球的海面上 所以到時候日本方面呢這邊要比較留意一點 但是呢認為說他接著可能就會繼續的北轉 朝著這個大陸的浙江或是廣東來走了 那他目前大家可以看起來 他並不會直接的直撲到台灣 以現代路徑來看啦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個颱風的路徑影響 就是變數還蠻大的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 他現在距離台灣的非常遠 所以說呢他可能對於我們台灣的影響 未來還是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那他尤其呢他現在在整個西太平洋的地方 這裡的這個熱含量呢是非常高的 代表說他有可能在這裡繼續的吸保能量 所以呢他如果繼續往台灣的這個 靠近台灣的海域這個東海這個方向來走 有可能氣象日本的氣象廳這邊是預估說 他在8月1號不排除會來到了強台等級 那如果說他來到強台等級的話 確實是有可能讓他的整個暴風圈 又再繼續的擴大 所以說如果照他現在大家的路徑來看的話 不排除他的整個暴風圈一旦真的很大化 有可能是會觸及到台灣的北部 所以他跟杜蘇瑞不太一樣嘛 杜蘇瑞是靠近南部來走 但是呢如果說以現在的卡努颱風 也就是今年第6號颱風來看的話 他是有可能是會接觸到整個台灣的北部 但是影響範圍到底有多大 或者是他有沒有可能會觸及發布海景或路景等等的 這邊都要看他未來變數還蠻多的 確實喔所以現在這個卡努颱風的走向 其實是不是要再等到月底31號的時候 才會比較大致底定呢 對對對我們來看一下日本氣象庭 因為畢竟他們這一次是 剛剛我們有講到他可能會先先進這個琉球的海面嘛 所以當然日本他們也比較關注一點 我們可以發現到其實他禮拜一的時候 禮拜天禮拜一的時候就會陸續的往這邊 西北的方向來轉了 所以他的轉向的角度相對就很重要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他轉向影響他的 就是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也就是說他如果轉向之後比較偏北一點的話 那當然他距離台灣就會比較遠一點 但是如果說他比較靠近台灣一點的話 當然他整個暴風圈的半徑一旦有掃到的話 當然捨當其衝先影響到的就是台灣的北部 尤其其實日本氣象庭我們剛剛有說到嘛 他們預計說是在8月1號的時候 會是最靠近台灣821號還有8月2號 以目前路徑來看的話是會是比較靠近台灣的時候 那而且不排除會這個時候是強台等級 而就算他真的沒有觸及到台灣好了 但是一旦他是強台等級 他整個外圍環流的威力也是蠻大的 那我們比較關鍵時間點 氣象局今天有說到了 這個預估可能要在下週一之後 看他整個北轉的情形還有他走過來的這個強度呢 才能明顯知道說卡努颱風未來對於台灣的變化是怎麼樣 確實喔所以呢奇怪最近這個颱風呢都沒有經過過過國神山 少了這個屏障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輕心喔 這一次呢這個杜蘇瑞從南部 然後剛剛那個佑軒也說了 這卡努可能會掃過台灣的東北部 所以接下來8月初大家還是有房台的準備啦 可是說到房台我就想問佑軒了 房台的時候如果你要囤樑的話 你必備的是什麼 應該是泡麵或水或是一些餅乾類的 泡麵那今天呢其實就有這個發票APP分享 台灣人真的是結帳最愛買的是大泡麵 其中好像有你最喜歡的口味對不對 我好像就是喜歡第一名的 就是來一克的鮮蝦魚版口味對不對 對不曉得線上網友喜歡什麼樣的口味泡麵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不過這排行榜呢其實也看得出來 台灣人除了喜歡鮮蝦魚版 這個比較清淡的口味 我個人覺得啦可能這個吃了一碗 越吃越耍醇 所以大家就會想要繼續的來吃 那第二名呢就是這個 滿漢大餐的蔥燒牛肉麵 好第三名大家同年回憶 宥軒也有吃過吧 維麗炸醬麵 這是應該是必吃的吧 必吃的 然後第四名呢就是一豆蘸紅燒牛肉麵 這個是我工作非常非常累 非常非常餓 來慰勞自己的熱量炸彈 真的嗎 所以你的第一你心中的第一名是 剛剛的第四名是不是 對 被大家發現還有花雕雞麵 我也非常喜歡 花雕雞麵超讚的 真的很好 但是好像沒有上版 喔有喔 第六名就是花雕雞麵 花雕雞麵必須的吧 其實它嘛台九還有出麻油雞麵 這個時候我出國的時候就是必帶這兩個 因為這是台灣味啊 真的一解絲香情 然後其實韓國的這個也有上版喔 第七名呢就是新拉麵了 不過呢這些泡麵排行榜一出來之後呢 最讓我意外的是第十名素飄香的麻辣燙 你有吃過嗎素的泡麵 沒有耶 對我今天就聽到我們生活組的同事大推說 他絕對絕對是昏宿通殺的潛力股 真的喔感覺要去買一下 沒錯喔 所以很多網友呢 昨天就是我們在六小時馬拉松直播的時候 都說啊我們已經泡麵準備好了 要吃泡麵呢邊看颱風的轉播 這好像也成為台灣人夏季的一種儀式感跟小確幸了 也因此呢這個排行榜呢 也掀起了很多網友的論戰 說自己心目當中的房台第一神的泡麵 其實好像跟榜單不太一樣 欸風天如果遇上停電的話 很多人喜歡宅在家 來上一晚像這樣子熱呼呼的泡麵 不過其實在泡麵的品項之間也有人起差距 是泡麵長大的啊 所以常常只要是颱風天是 就已經習慣性會買泡麵放在家裡啊 甚至還有民眾回憶 小時候遇上颱風停電 還會點蠟燭配泡麵吃 而根據發票APP 統計2023年1月到7月 民眾發票購買泡麵的數據 發現台灣人最愛十大泡麵排名 奪冠的正式萊克鮮魚板口味 而滿漢大餐 蔥燒牛肉麵和維莉炸醬麵緊追其後 一度讚紅燒牛肉麵和未未A排骨雞麵 也都有幾進前五 另外台酒花雕雞麵和辛拉麵 也通通榜上有名 而實際來到釀飯店也可以看到工作人員 一大早就在貨架前一箱一箱不停補貨 因為颱風一來泡麵買氣就往上飆 而其中釀飯店最熱賣的前三名 分別是統一肉燒麵 萊克鮮俠口味和辛拉麵 肉燒麵還可以啦 它那個肉燒蠻香的 大概裡面有油蔥還是什麼 因應颱風來襲 家家戶戶必備的就是泡麵了 這幾天在賣場觀察 因為這兩天台風加的關係 像收量成長相當多 超過五成以上 雖然這次颱風杜蘇瑞來襲 北部比起其他地區影響較小 不過依舊有許多人 搶先把泡麵買起來儲備 畢竟很有可能還會有颱風接力 買好買滿才能以備不時之需 TVB的新聞 中英文劉璇 台北什麼的 好 透過APP發票紀錄通知 台灣人最喜歡的十種泡麵 不曉得你喜歡的泡麵有沒有上榜呢 剛剛線上好多朋友都留言告訴我們 自己心目中的第一神的泡麵 我們來看到這個Tony一趟說 支持新話 支持TVBS 謝謝 那麼另外一方面其實也提醒大家 泡麵不要吃太多 因為很容易發胖的 另外一方面 還有巫人機長說頂太風的泡麵 還有陳良說個人最喜歡小七排的日清一風糖 豚骨泡麵 這個價錢不便宜喔 那維廉高說日清的出錢一丁麵 看來這個日本的品牌在台灣也很有人氣的 阿婆說最喜歡萊伊克的金燉肉骨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拉拉碰哥說素食的微粒炸醬麵沒有上榜喔 但是我相信它的銷量也是蠻不錯 應該蠻不錯的 那另外一方面有人機長說排骨雞麵跟微粒炸醬麵 覺得好像有點走位了嗎 好另外一方面呢 HC酥 他說萊克小小一碗消夜吃很方便 也不會太多 身體也不會覺得負擔很大喔 那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威廉沈也說喜歡清淡的泡麵口味 覺得太鹹重口味會很有負擔 那也要提醒大家喔 這個泡麵如果要健康吃的話 可以多加一點蔬菜或者是打顆蛋 那吃完泡麵的時候 記得要多多補充水分喔 因為泡麵的鈉含量是比較高的 這個颱風的儀式感兼顧的時候 也要顧一下自己的健康跟血壓了 好繼續帶觀眾朋友呢 來看到的是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出席了 台積電的全球研發中心大樓的啟用儀式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張忠謀在致辭時說了三次 不要走上英國海軍的路 提醒台積電不要因為新大樓成立而落寞 離場前呢還有員工非常可愛 高喊爺爺我愛你 台積電人工對張忠謀熱烈歡呼加掌聲 張忠謀揮手回應 28號這天他親自出席被稱作是 台版貝爾實驗室的台積電全球研發中心啟用典禮 台積電全球研發中心座落竹科 在晶圓十二場第八旗旁邊 目前約兩千兩百名員工進駐 今年九月之前會有超過七千名研發人員就位 興趣點將用來開發二奈米及更先進製程技術 探索新材料與電晶體結構等領域研究 我們在應客戶的要求在世界各地蓋了很多的生產線 可是我們也聽到有一些關切的聲音 他們說台積電是不是已經把重心往外移 是不是有把所有的應該有的在台灣的發展都停頓了 我們要說沒有 這個全球研發中心的啟用 就是向台灣的人民說 我們更有台灣 研發中心跳高設計 還有巨型裸式3D投影牆 播放影片很壯觀 樓梨板總面積共計30萬平方公尺 約等同於42座標準足球場 建築戰地總面積2萬平方公尺 地上10層 地下7層 我們將更積極開發領導世界半導體業界的技術 探索2奈米 1.4奈米還有以下的技術 2奈米預計2025量產將是新世代起點 劉德英期許台積電未來20年會有核心技術 半導體原件大小 運用什麼新材料 如何整合光和電的運算等 無限想像一舉一動都牽動全球 TV的新聞新聞報導 剛剛看到的是台積電在竹科的最新的研發中心 要研發2奈米 1.2奈米 讓台積電跟流台灣保留研發實力 也讓大家對於未來的半導體產業 也充滿了無限想像 我們線上很多朋友都說 張忠謀是半導體的教課 謝謝威廉高與我們互動 威廉神也說這是新竹的寶山研發中心 我們也期待台灣的半導體實力可以繼續升更 並且朝頂尖繼續邁進領先全球了 而繼續我們帶您看到的是 其實台灣有名的還有華語流行音樂了 近期阿妹就遠赴澳洲要展開巡迴演唱會了 不過巧合的是在飯店門口 居然碰到這位老朋友周杰倫周董 開著車跟他say hello 讓阿妹驚喜的說Oh my god 帶著墨鏡從五星級飯店走出來 歌手阿妹張惠妹跟化妝師杜哥擁抱完後 準備坐上白色轎車 但下秒 看到駕駛座的人 張惠妹嚇了好大一跳 再看一次這個Oh my god 真的超發自內心 但到底是誰把她嚇成這樣 原來司機不是別人 就是天王周杰倫 而影片拍攝地點 其實是在澳洲墨爾本 這是周杰倫的車 這段對話掃翻不少人 有人一瞬之間根本沒看清楚 天王天后相遇 不過身旁跟著不少工作人員 歌迷研判應該是在拍攝節目 而張惠妹會出現在那 正是因為準備迎來的演唱會 經紀人陳振川在IG發出夕陽下 張惠妹與工作人員們的合照 寫下ASMR在墨爾本開心 粉絲們也超期待演出來臨 七許早在幾天前 周杰倫就現宣當地街頭被民眾捕捉下來 身旁還有好友柯友倫 阿堅 戴倫等人拍攝節目 合體街頭藝人高唱告白氣球 影片曝光後 網友笑說 主角知道原唱就在旁邊嗎 野生天王走到哪都是焦點 TV別新聞李建維 許日天台被報導 而再來看到二刀流大鼓祥平 再度締造神機了 我們帶您看到在雙重賽當中完成了玩風勝 跟轟出了雙響炮的球員 持續成為了大聯盟的拳雷打王寶座 甚至天使隊還說他是不是外星人啊 太強了 天使週四對戰老虎打雙重賽 大鼓祥平雙刀出擊 第一場投手大鼓前四局連續封殺老虎十二人 只在第五局被敲出一隻安打 但直到比賽結束前 大鼓都沒能再讓老虎揮棒得分 大鼓讓對手狂吞8K另外繳出三次寶宋 達成直壓首次玩風勝 幫天使以6比0獲勝先下一城 一小時後輪到達者祥平上場發威 祥平雙出一擊中外野兩份炮 讓天使在二局上就以5比0遙遙領先 很快在第四局 又打出一擊中外野揚春炮 祥平本季第37和第38紅入袋 儘管在第七局因為抽筋被換下場 但大鼓祥平再次締造大聯盟紀錄 成為史上第一位在雙重賽 又玩風又轟雙響炮的球員 TVBS新聞綜合報告 好了各位線上的朋友 歡樂的時光總是特別快 我們的直播也要進入尾聲咯 琪琪 威廉公 還有偉倫 冠優人機長 潛水人 琪琪還有宜鎮 祝福大家晚安啦 有愉快的週末 感謝大家這個禮拜參與我們1900重點直播 還有2000的直播新聞 最後還是要提醒您 喀怒颱風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已經確定生成了 不過詳細的路徑要等到31號才會大致底定 而8月1號很有可能是 暴風半徑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 而目前根據各國的路徑預測 如果往北走一點的話 其實會朝沖繩方向前進 但是對台灣的東北部 還是會造成影響的 感謝大家加入 歡迎下個禮拜繼續加入新聞化重點 掰掰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然後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